大家好,我现在要介绍的是小白鹿。 小白鹿有一个很大的特征,那就是有着黄色的脚趾头。 你看到了吗? 小白鹿在繁殖期的时候会有湿雨。 湿雨是装饰用的羽毛,用来吸引母鸟的注意,以获得芳心。 湿雨分别在她的头上、胸前与她的背上。 但是她在无视繁殖期的时候,是没有湿雨的。 小白鹿在繁殖期的时候,眼线会转为红色。 眼线是指眼睛前方的皮肤哦。 小白鹿在飞行的时候,脖子的部分会弯成S型的哦。 小白鹿有一个乡土名称,叫做贝灵星。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她飞行时的英姿吧。 除了小白鹿之外,白鹿丝家族还有两个大咖级的人物呢,那就是中白鹿与大白鹿哦。 非常谢谢大家用心的观赏。 感谢观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